我们同仁在观察团团的各种状况 包括它活动的行动能力 还有吃东西的状况 进食量跟排便的样貌 很多观察指标 当然都是有一个范围 有时候好一些 有时候弱一点 所以这个上上下下的范围 当然也让我们同仁在必要的时候 会有警觉性 那昨天的状况事实上 可能在前一天 团团进食或者行动的状态 就慢慢慢慢往下跑 所以昨天大概就是特别盯着它 那从早一直盯到下午4点 应该是41分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它 应该上一回有癫痫症状 已经是8月底 那我们虽然做了相关的检查 可是大概两个半月多来 它并没有癫痫再复发 那很不幸是昨天4点41分的时候 检查到团团有癫痫复发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作业流程 就是一方面现场要通知兽医 那我们兽医赶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癫痫的症状当然就暂时没有 可是到了4点58分又再度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兽医是开始用药 整个晚上 不管是照养同仁或者是兽医同仁 以及我们联系医疗顾问团成员 就是来希望把团团的艰险症状能够控制住 可是控制住因为它不是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请他乖乖地躺在那边 让我们做各种医疗行为 所以我们的兽医原则上就是 动用了一点镇定剂 那镇定剂当然不是深度麻醉 但是在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让我们 比如说打针 进行输医等等或者做相关的 镜身的检查变得可行 那我想大体上我们一路追踪到今天 今天凌晨的时候大概很幸运的团团 他镇定剂消退之后呢 他自己就醒过来 只是醒过来之后我们发现 他又有出现10月中旬的时候 他的后肢就有点不太能使力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状况 能够在大家的照顾之下慢慢慢慢缓解 我们其实在9月跟10月都做过 团团两次就是脑部的MRI 那其实很明确的可以看到 他在脑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病变跟症状存在 那癫痫这个发作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像是不定时炸弹 所以尤其是在癫痫患者 他们就是在面临到各种 不适不舒服的时候 也许天气变冷天气变化 身体胃肠道不舒服感冒 都有可能增加 他就是癫痫发作的机会 刚刚兽医师有特别提出来 即使是肚子不舒服累积久了 也有可能诱发癫痫的一个情形 那在我们照顾团团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特别注意各种不良症状 发生的频率跟它发生的时程有多长 譬如说前一段的癫痫可能在8月中 跟8月底那时间可能是有的11、2秒 可是如果说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密 或者是它的延迟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那个情绪就更强烈 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